而现在国内的疫情是多点的在开花 连续多日本土的确诊案例都达了双位数 现在专家也赶紧呼吁民众要继续施打追加剂 甚至也指出说像是莫德纳的疫苗保护力 只剩下50%而已 而BNT疫苗的保护力也将在4月会逐渐失效 恐怕会爆发另一波的疫情 除了疫苗之外 筛检也得做得彻底 打下这疫苗疫苗 不少学生都以为可以永久抵抗武汉肺炎病毒 但近期不止学生 越来越多民众即使打了两剂以上 却还是不幸染疫 甚至专家认为4月开始恐怕又会爆发一波疫情 打完一个月之后可能是高点 可是它慢慢会往下降 所有的疫苗大概都有这种趋势 但是有些疫苗打完之后 就是降下来的幅度会比较缓慢 连续多日本土确诊案例都达双位数 台大工卫教授陈秀希呼吁民众继续施打追加剂 专家认为莫德纳疫苗保护力只剩50% 到了4月大约会有300万人免疫保护力归零 进而出现群聚感染 而打BNT疫苗的保护力又将近100万人 4月逐渐失效 AZ疫苗到4月则是400多万人失效 这也将造成另一波疫情爆发 打了疫苗以后你得到感染 还是以轻症为主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防疫目标 是减少重症 不要超乎我们的医疗收治能力 即使至今全台群体免疫力只剩6成 医师还是呼吁大家 还没打追加剂要赶快去打 尤其基隆传播链持续扩散 中央首度实施基隆模式类普筛 专家则认为疫苗追加跟类普筛 得双管齐下 尤其疫情发展越来越诡决 动态清零最重要的是快速反应 同时还得搭配社区筛减站 且张成俊刘一璇台报道